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呢 今天还是要请你留意主编点新闻 我是佩玲 我是志峰 那我们看到呢 大马年轻富商刘特佐呢 就抨击西蒙政府滥权 试图呢 通过冻结呢 与他有关的这个户头的方式 取回被纸源自伊马发展公司的这个款项 他说呢 政府最近呢 就查封了他的家人呢 就是在宾州的房子 显示呢 政府呢 以任何必要的手段 对被视为敌对的人士 进行持续的骚扰 还有政治的迫害 那么刘特佐啊 刘特佐 过去几个月都没有你的这个新闻 如今呢 政府刚查封你病成老家的新闻 那么他就觉得说 很委屈 很不公平 所以他就通过了他的律师团队发表声明 要讨回公道 如果他真的认为自己受委屈 那么当局偏施 偏袒 打压之类的话呢 那么其实我相信 全马三千两百万人都希望他能够回来大马 通过司法的程序来讨回公道 证明自己是清白的 我相信呢 不只是全国人民 那么其他关心伊马发展公司案件的人都期待 刘特佐能够回来把one mdb案件的事情交代清楚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嗯 刘特佐就有指出呢 政府啊 对他的家人转开的这一个充公财产的行动 是前朝政府过去十多年来呢 都不曾做过的事情 他批评他说 马哈迪政权呢 又一次乎无视这个法治 那滥用这个权力 试图呢 利用总检察署 还有警察攻击异议分子 执行呢 马哈迪政权的个人意志 他说呢 这是马哈迪政权 另外一个媒体审判的例子 那么政府呢 是在上个星期六 援引了反洗黑钱 以及反恐怖融资的法令 来查封刘特佐家族卫兵成 单用不爱一栋三层楼的豪宅 那么这一栋豪宅呢 大概是市值 大概是1500万令吉 其实是相当贵的 那么昨天呢 政府也入禀了 这个民事诉讼要申请冻结 刘特佐父亲刘福平的七个银行账号 而这一些银行账号里面呢 据说是有4800万令吉 而有消息指出说 这4800万令吉 其实是跟1MDB的资金是有关系的 而且这笔钱呢 已经是进入到刘特佐父亲的 不同的账号里面了 那刘特佐呢 不愿意回来 马来西亚的最大原因就是 他坚持西蒙政府啊 是不断在政治压迫他 导致他不可能呢 在马来西亚获得公平的审讯 他多次重申这一个观点 因为他认为 敦马政府呢 是持续不择手段的骚扰 还有政治迫害异议分子 他说了好多次 有一点我就是有点不明白的 就是为什么这个被通缉的刘特佐 能够通过他的这个律师团队 不断的发文告来表达自己的这个立场 而警方却拿他没有办法 却无法逮捕他 不只是警方没有办法逮捕他 连国际刑警都没有办法找到他 跟把他带回来马来西亚 可能有些人说 现在网络的科技时代要沟通 未必要知道说对方你在哪里 你在任何地方 只要能够连线上的话 就能够跟你沟通 跟你拿到你的这个讯息 但是我觉得说在这个课题上呢 如果政府或者是国际刑警 要去查的话 要去找他的话 应该是有办法的 或许背后 刘特佐是躲在背后有影响力 人的这个操作之下 OK 所以我们目前还不知道真相是什么 虽然刘特佐呢 是一直强调他自己没有违法 不过呢 在面对大马政府啊 还有国际刑警的通缉 他依然呢 就是躲在世界的某个 我们不知道的角落 不愿意呢 出来交代还有解释 他只是不断的通过律师呢 发表声明 谴责西蒙 抨击马哈迪 也有了我们今天知道的这些讯息 但是都是他的律师团 为他发送的 可是这一些解释呢 其实都缺乏说服力 他所面对的这些控状呢 其实需要的是通过司法的程序 来让大家了解 因为你通过司法程序的话 就有这个审讯 那么审讯的时候 就有这个控辩双方 就能够提出他们的这个理据 那么他之前所提出的 那一些都是形容词 比如说受打压啊 这个老马偏施之类的 这些都是缺乏说服力 而且是以形容词居多 那么其实到目前为止 至少有六个国家 针对1MDB的这个案件 展开调查 有美国、英国、澳洲、瑞士、新加坡 还有卢胜堡 那么也有一些罪名成立的例子了 同时呢 负责发行这一个1MDB债券的 高盛集团也已经针对 他的这个失误 做出道歉了 那么如今 整个1MDB的拼图呢 只差刘特佐这一块 所以如果他回来的话呢 那么整个1MDB的这个舞弊案 那笔钱怎么兜兜转转 相信将会有一个 很明确的水落石出 所以他是这一个案件的 超级关键人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 lets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